台資大盜 林潔盈 何文堅 好 繼續回來這一節 我們看看中港兩地的經濟狀況 特別接下來的部署 我們如何增強香港的競爭力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 就是香港專業聯盟主席劉炳章PC Hello 早上PCPC 早上林潔 早上Grace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最重要的新一年就是百業興旺 看看我們的旺丁 旺不旺財 看看你不同的行業 有不同的看法 先問問PC 農曆新年期間 我知道你也有回到內地 迎合這個北上消費的潮流 其實你怎樣看香港和內地方面的競爭 我相信那個價錢方面 和服務方面 香港和他們真的直接競爭 是比較困難的 始終來說 我們知道我們香港的實業率 是好的死低的 我們各行各業都不夠人 內地來說 大家都知道 年輕的那班 現在那個年輕的失業率 都挺高的 所以你去到很多視影 都是很年輕的 就算你去一些食肆 你去看看 他那些廚房裡的廚師等等 他讓你走進廚房 當然是很現代化很乾淨 還有管理很企理的 你經過廚房才進去餐廳 那你的信心就很大 所以在香港來說 你要跟他這樣對比 是比較困難的 反而 如果我們在消費的未來 如果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在其他整體經濟方面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呢 例如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香港 樓市又似乎經外制 股市又好像不太行 但實際上 其實我們香港不是沒有錢的 我看回這些數字 其實我們香港 你說財政儲備 當然現在剩下七、八千億左右 政府財政儲備 我們外匯基金 有三萬四千多億 但還有一個數字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我只可以看看 就是我們香港的市民 在銀行的儲蓄 是有兩萬億美金 是十六萬億港幣 十六萬億港幣 十六萬億港幣 什麼概念呢 就是每一個人 平均 無論大小也好 每人大約有二百一十萬的存款 在銀行 當然我說 香港是整體 不是個別 所以怎樣利用這些資金 利用這些資源 去刺激香港的經濟 我覺得這是要考考一些財經官員 以及我們香港的官員的智慧 但官員有時自斷相避 因為聯繫匯率下 你的息口政策 差不多外判了給聯儲局 加息的目的 正正是想美國 那些人不要出來投資 這麼刺激 禁止經濟 衍生到香港聯繫匯率下 我們又要高息 高息 那些人自然做定期存款 不買股票 這個就是 是不是我們有些先天不足呢 你說得對的 為什麼高息呢 因為吸引你 我把錢做定息 不再做融資 比較穩妨的 但其實你看看 內地跟香港有一個很相同的情況 就是 內地過往的經濟發展 很多時候地方政府 都靠賣地 房地產的企業 拉動其他的產業鏈 建築、裝修、運輸、家具 一大堆 還有中介、金融借貸 拉動經濟 這種情況之下 整整一下就會變得 土地的升值、流房的升值很快 那些人就不去做實業 就變得脫實、向虛 就走了一個虛擬的經濟裏面 虛擬的意思是很多東西靠炒賣 不去做這些實業或科研有關的 所以中央政府看到這些情況之下 開始提出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意思是你的錢是重要的 因為金融是百業之母 但金融本身用來做炒賣 因為房地產互相提高的價錢 亦令樓價高市民亦怨聲再度 於是亦要煞停 但煞停亦會影響到產業 即是有些矛盾 是有些矛盾的 所以現在面對這個困難 整個房地產帶動的產業亦 佔了GDP佔17-18% 佔了整體20萬、21萬億 在這方面你不能馬上煞停 於是你要將這些錢怎樣導向 將它擺在實體經濟上 所以提出要創科產業和新型工業化 高端製造業 在這方面便脫虛向實 做一些實業 香港同樣的情況都一樣 我們過往來說 依靠房地產快錢 以及在金融市場賺快錢 實際上我們這麽多資金 剛才我提到這麽多資金 究竟有多少去到實體產業呢 我們看一些數字便知道了 香港政府提出要在創科產業方面 是5年投入1,500億 其實每年才是300億 但這1,500億裡面很多去了硬件 蓋房子、科學園、 蓋房子、創科產園區等等 實際上去吸引和補貼實體產業 以及吸引一些龍頭企業來香港 其實不是那麽多的 當然最近是寧德時代來香港 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但實際上你看看這些數字 其實是很小的 很小很小 如果我們政府可以多些想一下 利用這4萬多億的外匯儲備 3萬多億 3萬4千億的外匯儲備 7千多億的政府財政儲備 還有剛才我說的16萬億港幣的市民的銀行存款 給一些好些的政府債券給市民 市民可能會把錢放到政府的債券那裏 將債券可以用來做基建 用來發展實體產業 目前財赤方面都超過一千億 預計今天的財政年度 而下個財政年度 大家估計買地收入也可能未必真的預期 所以仍然都應該會繼續有財赤的情況 開完折留也很重要 特別你剛才說法債 其實有些人在擔心 如果持續去發債 去支撐這個基建 會不會擔心 其實對於整個政府方面 未必是一件好事 怎樣看這個方向 我同意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發債你不可以當收入 發債你只可以說 將市民放在銀行那些 挨到的錢 即睡著覺的錢 拿出來的原因 但是你始終都有一些實體的 剛才我講的一些實業 有些創科產業 可以讓他們真的 將這些籌回來發債的錢 擺進去 無論你是基建也好 無論你是一些 剛才我們講的 例如理電池 電動汽車 AI 人工智能 還有一些數字經濟 這些方面 其實可以幫到我們香港發展實體產業 慢慢是脫虛向實 因為長遠來說 如果你是靠金融市場的炒賣 和房地產 那個可持續性 始終來說 都是跟實體產業 是有一段距離的 第二就是實體產業 是比較可控性高的 例如我們常常說 新加坡 新加坡 它跟我們香港的理財 理念不太一樣的 就是政府的錢 它分了三塊 我們香港分了兩塊 一塊就是 我講這個奧匯儲備基金 香港就是一塊用來 穩定港匯的匯率 一方面就是 唯一香港的金融體系的穩定 但是新加坡多了一塊 它有三塊用來做什麼呢 它就是用來投資一些實體的實業 譬如我們常常說的 譚阿錫 GIC Singapore Airline Singapore Development Bank GIC 所以他們來說 在這方面 可以比較可控性高一些 第一 第二就是 它的官員可以去實體產業裏 去做事 於是你知道實體產業 本身的營運情況 它的生態情況 於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 比較貼地 比較知道行業發生什麼事 需要什麼東西 政策就會針對性來做 香港來說就缺乏這件事 以前回歸前,英治時期行政會議也有很多銀行大班 中冊組其實是跟商界的人互相調人 有些AO也有過去商界做 但在特區成立之後 似乎商界與官場的互動變得好像形式化了 你是說得很對的,林文傑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香港與內地有一個大分別 譬如我們經常說招商引資 當年內地的官員我都陪他們一起去歐洲、日本、韓國去招商 他們的做法跟我們香港很不一樣 我們香港的官員很忌諱 跟企業幫企業推銷項目 但內地的官員不一樣 內地的官員是幫忙遊說外商去投入他們的項目 無論是政府的項目或是企業的項目 他們有這樣的文化跟香港不一樣 香港來說又怕為何我幫這個企業 根據根捲制度、申報制度 你是可以做一個清單出來 好像內地那樣 他有一些招商項目的清單 連同項目的內容、投資多少錢、佔股比率多少 有了 那些官員如果成功之後 他還要落實跟進 讓項目真是落地 他一直要跟進 因為內地的官員的招商有KPI 他每年都有指標 香港官員沒有 所以香港官員第一沒有KPI 第二又比較上紀委 又怕CAC、又怕大細超 所以這方面 我想香港也要想想 其實這個吸引市場的力量靈活 習近平主席回歸25年來香港演講的講話 其中一個重點是 政府有為的時候 這些善用市場的力量 這個就是內地反而做得出神入化 很多東西後來都是民營企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香港過去賴以成功就是商界的靈活 現在我們如何激活呢 是不是要放多些手 讓商界發揮一下 我覺得商界當然自然 他自己很靈活去找 但有時市場未必可以自己調整自己 某程度之下 政府也要介入 例如舉個例子 你說美國看2008年 華爾街爆煲 政府又介入 又印銀子 我們香港98年、97年 索羅斯衝擊港元 我們香港政府也要入市 某程度上 政府不可以說 我積極不干預 甚麼都不理 不行的 為甚麼我們要建公屋 為甚麼就有市場自己搞 為甚麼建公屋 為甚麼呢 因為實際上市場的發展 即是有一個需求 有一個需求 第二就是有些人這樣 給不起去買私樓 於是你有公屋 有居屋 有廉租屋 這些東西出來 你說是不是干預市場 是的 是干預市場 So what? 但你看看新加坡 八九成都是居屋 對不對 所以來講 這個 新加坡的居屋的例子 我們講了很多很多 而且相當成功 也是社會穩定的 很重要的例子 但如果香港想用 新加坡這個例子 其實我們 是不是都沒有條件 可以做到 當然就是 我們香港的公積金 是很少的 新加坡的公積金 很高 二十幾個百分之 所以它的錢 是比較多的 香港是否全部可以抄得完 可以製造的 可以製造的 是很有機的 黃銘商購去新加坡 可以用一個 類似我們強積金的累積 可以來買房屋 但我們香港 當然可以是怎樣 就是我們可以多建一些 出售的資助房屋 但我們強積金 可以用來買房屋 可以用來買房屋 現在很多人都要五十萬 兩公佈一百萬 就不知首期 要買居屋 剛才我講的數字 忘記了數字 你講得對 就是怎樣 我們有一個香港 你和我都存在的 裡面的公積金 是一萬一千億 一萬一千億 一萬一千億 其實我們都是放在裡面 做一些投資 有些回報 也不是沒有的 但是是否可以善用 這些一萬一千億 政府透過某些機制 是否可以動用 這一萬一千億 剛才我講的 十六萬億的市民的儲備 三萬一千億的外匯儲備 用來做一些 香港的實體產業的 一些基建的投資 然後發一些項目的債券 讓市民的回報好些 好過這樣 錢放在銀行 如果只看成頭小利 債的利息 但是整體公共財政要有透明度 基本法107條 要兩日為出 如果政府容易攤手借錢 很容易變成借錢度日 又不是的 香港的借貸率很低 我忘記了多少 好像還是說單位數字 但是你看看新加坡 或者日本那些 它是說150-160%的借貸 美國也是 你知道美國的借貸 亦都是GDP的130-140%的借貸 香港我們是單位數字的借貸 所以借貸率是低的 但是我不是說贊成要去借貸 因為借貸要還的 而且要付息 尤其是高息的時候 你更加要什麼 但是借貸你不可以作為一個收入 借貸只可以作為一個短期的現金流 來做實體 做基建的投資 但是去年時宣布的綠色債券 一年發行650億 還發行10年 都已經6500億了 當然有些是10年期 有些是30年期 搞到數字 它就當成收入 這樣算 其實不是看得清的 那年實際的赤字是多少 現在經常說1400億 如果計算650億的綠色債券 就是每年 每年 10年 即是6500億 那你跌上去 那你怎麼搞呢 其實你說得很對 發債當作收入 在很多其他國家來說 都不是一種他們的理由 他們的財政制度 很奇怪 第一 第二 賣地當作收入也是不對 其實賣地不應該當作收入 為什麼賣地 其實你自己有個戒指 你把戒指套到現 你把資產的一種方式 變成另一種方式 這樣就糟了 我們主要就是賣地收入 去支撐回收入 所以你把賣地當作收入 其實並不是收入 只不過是把資產的另一種形式 變成另一種形式 但是如果這樣說 我們怎樣開完折留 這段時間大家都熱烈討論 因為開完又不是那麼容易 折留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覺得折留方面 當然政府要想 開完那些政府 你說那些收費等等 其實比較上都是 比較上美智一些 比較小一些的東西 實際上我覺得長遠來說 你要想一下那個 經濟結構的轉型 因為內地已經開始轉型了 剛才說的房地產爆雷 搞到有負資產 銀行有違約 大數量的東西 大數量就是 所以中央就說 金融的服務實際經濟 所以要發展創科產業 還有新型工業化 一些高端製造業 這個才是高質量的發展 是 所以如果長遠來說 你不經過這個痛苦的過程 你永遠依賴炒賣 還有房地產升值 來到到經濟 我覺得不可持續 近年政府賣地有很多豬頭骨條款 要你蓋那樣的發展商 像旺角火車站、東鐵、水務署的地 計算兩千多元呎,市場很害怕 九龍流王,為何兩千多元呎 但其實要蓋交通交匯署、社區中心 其實是不是應該改革制度 賣地以後分兩條數 一個是實質出售價 一個是成本價 可能成本價到要打起公共設施的成本 讓市場知道,其實不是那麼便宜 因為發展商要頂這麼多 要不就政府不要加這麼多豬頭骨 我覺得兩次都可以想 有些人都說 政府的工程這麼死亡 那些超資經常都有 不如將這些基建東西 給私人發展商一次過做 第一塊第二便便宜 還有效率比較高 所以兩者都可以看的 我覺得不可以一足夠打一船人 所以看個別項目 我看看究竟七通一評 究竟政府做好些 還是個別項目由私人發展商做完 北都日後發展商說七通一評都是給發展商做 那日後賣地的價格 不純粹可以直接反映價值 要加這些東西 那就是要計算的 發展商來說他們很靈活 最重要是看個市 如果他們看得通個市 那條數就容易計算 他們說現在都看不通 所以繼續計算不到 接下來你怎樣看中國兩地經濟狀況呢 我覺得香港和內地的經濟 其實某個程度上都是自然融合的 還有國家的發展 香港過往依賴 美西方的資金去撐起金融市場 這個最近這個 Stephen Roach都說了 香港已經玩完了 當然我不是太同意了 只不過說就是西方 美西方的資金可能對香港有一定的影響 香港不應該太過依賴美西方的資金 而你看看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它將來在國際金融市場 一定要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作為中國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來說 我們是承托了一個重任 就是幫助人民幣國際化 長遠來說對香港都是有利的 所以大家要想想這一方面 要多些跟金磚國家打交道 是的 中東、中亞、東盟 北厚劑、俄羅斯也可以 新的經濟體 這些政府都應該要再想想 今天謝謝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劉榮章 謝謝你 謝謝 現時氣溫是22度 相對收到89% 香港人壽 推出多重投保獎省 送你免費全年大溫區旅遊保障和健康服務 想專享保障和優惠 把握機會投保了 收條款約束 想認識新能源運輸? 想知道如何實踐綠色出行? 3月2日星期六 參加在九龍灣靈探天地舉行的 綠色出行靈探未來新能源巴士體驗日 除了可以體驗新能源巴士 還有展覽攤位和工作方 讓家長和小朋友透過活動 新城資訊台全力測動 港股四年來沽 究竟誰在沽你的貨? 投資筆記龍青 教你應對策略 怎樣選股可以提高勝算? 新城財兵台投資巡禮2024 投資看更遠,財富一條龍 嘉賓還包括 鳳凰文頭廣東置業有限公司銷售總監艾文思 以及領事教育移民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黎明區 3月9日星期六下午2時 灣仔會展S221